花莲县消防局救灾救护第一大对际花莲分队听设 9月9日正式启用 而为了要了解花莲分队执行的业务 花莲县议员保安小组召集县议员等人 是前往到分队来进行考察 花莲县消防局救灾救护第一大对际花莲分队听设 新建工程落成启用典礼在9月9号落成了 为了了解业务上执行的成效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召集人谢国隆 第二召集人徐雪玉 先业中之才林中坤 并且听取消防局第一大对花莲分队进行简报 并且针对出入口洞线规划能够加以解决 保安小组来消防分队花莲分队 这边新盖的听设我们来考察一下 最主要是说我们的消防车出入 这个道路的问题 要借用台铁的土地也好 整个设施一定要弄得很齐全 对我们这个救灾的时间会缩短 因为我们中议员也有建议 然后林医员也有建议 林中坤林医员也有建议 就是说装备的问题还有信念的问题 装备的问题如果不足的话 希望说赶快报整个议算 到我们县议会来 然后行各种管道来提供给他们最佳的信念 这是我们保安小组这次来的主要的目的 因为新的听设 很多的设备不足 希望我们所有的议员 我们保安小组的议员 极力来去珍惜 这对我们这个花联分队才有帮助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考察的目的 是直接来到我们这个花联分队 新的听设来来考察 赵建协光表示 由于地大对花联分队的听设 以全学面貌来进行救灾救援任务 而在国风国中上下课的时间 加上又是下班的尖峰时刻 周边马路一定会塞上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在这个时候有处灾要进行救援 立即出动将会无法执行 也希望下午请能够立即规划 解决之道 花联系会保安小组也会全力协助 共同来守护美丽的花联 记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